第四次 盲女海達會出現位子 還有第四次 葡萄會出現位子 盲女海達第三次是出現在 門前正大橋的附近 你跟他講完話之後 他會傳送到這個地方 比魯姆教堂 他的距離位置是在 就是你學院出來之後 往上走就會走到了 起碼起一段距離 大概在這個位置 他會出現在這邊 你可以跟他對話 然後他會跟你講說他要吃葡萄 有有有出現了出現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拿第四顆葡萄 我們先傳送到這個 陣進教堂 第四顆葡萄就在這裡 第四顆 第四顆葡萄的距離位置應該是 你從 比魯姆教堂一路跑跑跑跑跑跑跑 繞這邊一圈之後 這邊會有個 點火村 你從點火村這邊走到 陣進教堂的時候 會有一個邪靈來入侵你 你把他打死 他就會掉葡萄 靠北 怎麼有掛欸 欸 贏了 欸 拿到紫人葡萄欸 可以拿回去給 開達吃了 那就是這樣 那請感謝各位的收看